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重新立足于社会 奋斗有成的更生人团体 为了回馈社会给予他们的支持与协助 2019年1月12日上午9点起在台中市谭子区胜利夜市盛大举办 《御火重生!更生有爱!》的公益活动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将启程台中市议员黄建豪 台中市社会局副局长陈仲良等各界贵宾除到场立艇外 主办单位更安排舞师对开场以及更生街头艺人的表演 还有免费公益物资的施放 现场除有2018年的魔术冠军精彩的演出外 气球冠军也在现场发送气球 帮助农民的2万颗爱新高丽菜免费发放给现场民众 还发放白米与加菜精给社会的福利慈善团体 展现出社会友爱 温情满人间 记者周志中报导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抽空来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我们公司呢长期以来积极的在做公益活动 我们帮助社会一些弱势团体跟家庭 给予一些支持与鼓励 这次呢我们也结合了许多更生团体来做这个公益活动 他们也呢自发性的把他们商品要来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大家 希望大家给他一个支持与鼓励 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更生人并不是社会的负担 虽然他们曾经犯过错 但他们也深思检讨过 希望大家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火虫生 更生有爱 人要经过千锤百炼啊 才能够成就事业 这个千锤百炼 随你来 活你去 有时候迷途 但是知返 有时候我们惊到 我们迷途之返 反而能够让别人知道怎么样去走正确的路 所以走错路 在山中迷途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即使的一个方向 能够回头 像今天 鼓励菜嘛 这么多 现在大概在岁末 很多农民都需要帮忙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尤其许董哦 你的爱心哦 大家打个抱着 感谢 跟我们的议员 跟我们的议员 大家共同来组成 因为这么多这么多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是社会的爱 社会的关怀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打招 大家共同在周遭的朋友里面 发现需要帮忙的人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就是需要这样的 因为政府的主缘有限 我相信黄议员来到议会后 一定非常大力支持 所有社会 特别是岁末年终啊 需要帮忙的 我们能够想到他们 那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啊 起起伏伏 起起落落 这个 有起有落 在所反而 所以大家 应该是把握当下 能够行善的时候行善 照顾需要帮助的 那 人生的过程里面也会跌倒 这都没有关系 跌倒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趴起来 然后 发挥我们整个社会啊 这种互助的精神 还有 相互合作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啊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跟 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整个社会啊 一个温暖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啊 站在一起 为台湾的未来 或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未来 来创造更好的明天 谢谢啊 放人进来了 今天这今天给大家玩一下 这次呢 很明显 放人进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